中世朝夯周日偶像剧《想见一经》 16日将迎接最终回结局 剧中的各种谜团将揭晓 到底剧中角色能不能打破地皇室时间轴的轮回 小年夜那晚陈月如到底是怎么死的 莫俊杰的助听器为什么会在凶案现场 变态心理医生谢知其到底是不是凶手 都成为剧迷讨论的谜团 由柯佳燕 虚光汉 施白宇 严玉林主演的《想见你》 收视率随着讨论度日渐飙高 今日将来到最终回 所有谜团将被解开 今晚将直接来到小年夜那天 到底陈月如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被陈月如关在新市的黄宇轩又有什么发展 有网友在讨论榜上表示 如果结局还是在原本的回圈中 这样所有故事就还是会发生 陈月如小年夜还是会死 莫俊杰还是会入狱然后自杀 李自围车或穿越殿王全身后认识宇轩 黄宇轩又因李自围死掉 又必须穿越回去 成为无止境的轮回 或是结局打破轮回圈 就像中文